江夜中的夫子是如何理解月亮的 书接上回 松客楼的一次相遇 宁缺随口的一句 你没见过月亮吧 可怜的老头哟 让夫子第一次觉得宁缺的不简单 但夫子仍是疑惑 这个世间怎么会有生而知之的人呢 宁缺被关书崖后山崖洞时 李漫漫把天书名字卷送给宁缺看 名字卷天书开头的字很简单 明者日月也 日月轮回光暗交融 生生不息自然之理 自然之理未知道 道以言法 法如墨时夜临月现 宁缺不明白天书上记载着的这些话意味着什么 但他感觉到了一种前所未有的寒冷和恐惧 这个世界的夜晚繁星点点却没有月亮 而宁缺曾经待过的世界是有月亮的 当他来到这个世界后 他无数次怀念过月亮 最后他很确认 这个世界真的没有月亮 甚至这个世界上的人都不知道月亮是什么东西 那为什么名字卷里会有月亮 天书名字卷第一页里那些字句仿佛是某种预言 宁缺觉得浑身寒冷 当他再次望向天空时 发现一个高大的身影站在悬崖派 福子背对着宁缺问道 在松河楼的露台上 你嘲笑我没有看过月亮 如此说来 你想必是见过月亮的 那什么是月亮 这个世界上一直都有月子 比如月伦国 但这个世界里的月字一直没有具体的意思 宁缺想要搪塞 福子继续说道 世间没有无所不知的人 包括我 而你却生而知之 宁缺有些为难的说道 日月轮回光暗相对 月亮是一个悬浮在夜穷里很大的石球 因为能够反射太阳的光线 所以在夜里显得很明亮 他无法解释 自己为什么能够形容并不存在于这个世界的月亮 但夫子却好像有些懂了 夫子转身望向夜穷 赞叹说道 万古长夜 总需要有些光明 为何说江夜中的夫子跟天一样高 在江夜的修行者心中都有一个疑惑 那就是夫子究竟有多高 世人只知道 唐国有书院 书院有夫子 夫子很高 那夫子究竟有多高呢 天启十三年春天 书院开学 黄阳大师和国师李青山 在道叛离亭里下棋 黄阳大师问国师李青山 夫子究竟有多高 李青山说 夫子有好几层楼那么高 对此黄阳大师表示 二层楼就已经很高了 夫子竟然有好几层楼那么高 那是真高啊 在世间的几十年里 夫子从来没有出过手 以至于渐渐要被世间百姓所遗忘 甚至就连修行世界里的人 也偶尔忘记他的存在 天启十八年 桑桑名王之子的身份被公告天下 荒原之战爆发 就在宁缺和桑桑即将被神国的黄金巨龙吞噬时 夫子却突然现身荒原 荒原之上所有人都认为 这必是一场足以载入史册的旷世大战 甚至很多人认为 这场战斗会打几天甚至是数年的时间 结果被夫子硬生生打成了碾压局 夫子先是立于九天之上 他伸出右手 一把古一盎然的人间之剑 自南方万里外而来 而后夫子一见财天 一见诸神 一见屠龙 轻描淡写的就结束了这场万众瞩目的人神大战 夫子看着避空白云摇了摇头 随意把手中的剑往南方一扔 然后复守于后 带着宁缺和桑桑向黑色马车走去 刺眼恐怖的光明威压消失 阴寒恐怖的黑夜消失 荒原上的数十万人渐渐清醒过来 他们看到了渐渐远去的黑色马车 人们隐约猜到发生了什么 却不敢相信 因为哪怕是最绝密的焦点和最亵渎的黑暗史书里 都没有记载过这样的事情 神国与人间的战争 最终以人间取胜而告终 此前很多人都在猜 夫子究竟有多高 只手冠冠主和玄空寺讲经首作 曾惨败于夫子傍下 他们曾经以为 自己大概能推算出夫子有多高 然后他们发现自己错了 柳白因为夫子多年不问世事 猜测夫子应该处于传说中的清静无为境界 但今天他震撼的发现 原来自己还是错了 黄洋大师看着远处的碧空白云 感慨说道 天启十三年春天 书院开学 我与国师在盗盘黎亭里下棋 我曾问他夫子究竟有多么高 国师老师说 夫子有好几层楼那么高 我当时说 二层楼就已经很高了 夫子居然有好几层楼那么高 那可是真高 然而如今看来我们还是错了 原来夫子有天那么高 江夜中夫子在荒原 诸神屠龙给了世人多大的震撼 大唐书院院长夫子 是一个传奇的名字 虽然这个名字渐渐被世人 被很多修行者所遗忘 但在那些真正强大的修行者心目中 这个名字始终都是人间最强大的名字 在极少数人知道的那些传说故事里 夫子用的武器是一根棒子 宁缺在松鹤楼 以亲自惨痛经历确认 夫子的武器确实是一根棒子 然而今天很多人看到夫子也用剑 柳白看着身前的水潭 他知道自己这辈子再也不能使用这把剑 哪怕这把剑是他亲手所助 并且以精神气魄养恋多年 这剑被夫子用过 与浩天的意志战斗过 又哪里还愿意被俗人所用 他是世间第一强者 他剑到无双 世上却有人能隔着万里之遥 随意取走他的剑 莫说阻止 他连表达反对意见的资格都没有 但柳白的脸上 没有任何失望颓败的情绪 只有平静以及敬畏 他整理身上衣着 捧潭水洗脸 然后向着北方荒原拜了下去 他是世间第一强者 骄傲的剑圣柳白 此生从不敬人 更不畏人 为一生俯首拜夫子 南海深处 一名轻衣道人 看着这个平整世界的北方 沉默了很长时间后 叹息着摇了摇头 西荒深处 蒋经手作不停地 擦拭着额上的汗水 只手灌后山的青山 此时一片沉默 充满了死寂和绝望的意味 一道苍老而淒利的声音 带着哭声喊道 这样还杀不死他 我们能怎么办 夫子在荒原与神国正式交手 也预示着 唐国和西陵的战争 不可避免